欢迎收看 这样才有个人进来学超能力 今年AI的热潮大爆发 明显带动了半导体产业 不仅以人才的需求回升 薪资成长 而且加班工时也拉长了 那么代表半导体的电子零组件 制造业7月的加班工时 达到了24.7小时 好 这也创下了17年来的新高 好 这也代表了新兴科技的应用商机 持续的提高 好 如果国外的景气持续的复苏 那么对于AI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 对台湾的景气持续复苏 有正面拉力 而且你看看 今年五大高新产业当中 包含像是半导体 电脑 以及消费性电子制造业 薪资的增幅 你看看都有14%到15% 平均的薪水是58.6万之间 还有投资理财以及软体网络业 平均的月薪也54.000以上 那么整体看起来 半导体的需求人才是相当大的 跟去年同期增加8% 人力银行就分析了 随着晶片的需求增加 大厂也陆续往中南部来设厂 中南部的工作机会占比 已经突破了三成 最缺工的职务也有改变了 好 本来是数位IC设计工程师 很缺人嘛 现在转变了 变成了第一线的作业员 还有包装员需求增加 这也反映出企业扩厂的人力需求 那么台湾的半导体 AI相关的需求大爆发 只要跟AI搭上线 就可以商机无限吗 那可未必 因为投入的成本太烧钱 像是OpenAI 今年的营收预计达到了 37亿美元 但是他们的亏损高达 50亿美元 这当中到底哪里出问题 来看我们的报道 如梦境般的绝佳场景 美得不像真实 而确实它们都不是真的 统统都是用AI生成 既OpenAI端出SORA影像生成作品后 Meta隔了几个月 也端出自家的Movie Gen隔空交战 Apple、NVIDIA、Microsoft 都是政治投资者 意思是 他们不是只要投入金融资 他们做了因为 他们想要有些关系 这公司在建议中的技术 投资者席 等着搭乘OpenAI的特快车 一路收割自己投下去的本 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资金融资 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资金融资 OpenAI募得66亿美元 比原先预升目标还要高 显现这股AI热完全没有退烧 不过新技术需要人力 需要时间 OpenAI近年来不停扩增人力 如今1700名员工 有八成都是2022年 ChatGPT问世之后才加入 新人鱼冠而入 老鸟却纷纷离潮 OpenAI副主持人 John Schulman 是离开ChattGPT 来参加安thropic 和AI相关的资金融资 在OpenAI 如同一位高兴 同时两位副主持人 都先发布了 离开了很多天 在尾巴尔 OpenAI少了他的人 就不是OpenAI了 这句话在执行长澳特曼 被短暂驱逐时 员工在社群平台上回想转贴 如今再被重提 因为创始的元老12人 如今仅剩2个人 暗示OpenAI已经不同于最初 有内部员工说 OpenAI已经从原本的研究取向 转变为产品优先的文化 而两者难以并损 目前专业AI科技应用的公司 首要目标都是先增加用户 至于变现的管道 往后再步步摸索 OpenAI如今获得越来越多资源 透过结构转型 将来会不会成为 最赚钱的AI公司之一 股东们都想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